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yth学院 我呢是今天的讲师Clock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讲解 那么咱们在本节课当中来讲解哪些内容呢 首先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片 那这是我们在点击下方团购这个Tab出现的一系列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是有一些美观线的呈现,对吧 我们这些数据都是从服务器端获取到的 并且在我们客户端的设备上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 但是在实现这些效果之前呢 我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 首先咱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 OK,这些图片肯定是从我们的服务器端进行获取 同样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滑动的时候 比如我们这个团购页面呢支持滑动 滑动的时候图片呢是进行现实的进行刷新 然后显示出来 而在它没有刷新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默认图片进行填充的 OK,填充出来之后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图片的一些缓存性能 所以我们可能会对以后加载图片做一些优化 同样我们这后面所显示出来的这些其他的数据 也是从我们服务端进行获取到的 那这样的一些效果 你比如我们要在一个数字上面画横线 加深我们某些文字的显示 那这些效果的呈现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一讲解到 并且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布局给它拿到 这个布局又该怎么去写 咱们在接下来的知识点讲解当中会给大家一一讲解到 OK,我们在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呈现之前呢 分析了这一系列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呢 肯定是我们服务端提供出来 那服务端又是从哪边进行获取呢 我们服务端关联了我们导入的一个数据库 这些内容呢 其实都是从我们数据库当中进行获取的 所以我接下来带着大家看一下数据库当中都有哪些表 以及表当中都有哪些字段 OK,我们来到点评的数据库 库当中会有很多表 之前呢我们是把这个CT表以及分类表给大家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首先要显示商品 所以我们肯定要看一下这个project这张表 好,我们打开一下这张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数据 那么在看这个数据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是怎么进行设计的 好,这里面有很多字段 并且这些字段呢 有的是允许空置 有的是不允许空置的 这些字段都有哪些含义呢 我们会在后续可以给大家一一讲解到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project表 大家这里面有一个project ID procategoryID以及shopID以及subcategoryID 那么这些字段我们一般在开发过程当中 是不是会把它里面的字段当成一些属性 然后给它声明出来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服务器端的项目 我们打开SRC 其实呢我在之前已经给大家声明出来了 咱们有一个类声明为gooz 那么在这个gooz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ID 有categoryID 以及cityID 这一系列的ID值 我呢都是根据咱们数据库当中的一些字段 进行定义的 那我来在这里面给大家还原一下 这些字段都叫什么含义 首先第一个 咱们拿到的goozID 其实就是商品ID categoryID 这个大家不过声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分类ID shopID 我们后续哪件商品属于哪个商家 这个咱们来定义一下 这就是shopID cityID 这是城市ID 因为不同的城市所显示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北京有这件商品 而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 title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品名称 short title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描述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title呢 是显示了我们当前的一系列的信息 你比如紧售98元 市场价多少多少的一些信息 而short title呢 就是我们后续 对我们每一个item 它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图 title呢 其实就是我们下面 紧售22元市场价28元的9分预言 这一系列的信息显示 而short title呢 就是我们 位于最上面的这一块内容 而且是用我们的一个粗体给加深 所显示的一种效果 好 ImageURL这个不用我多说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 这是咱们的一个商品图片 给了一个string类型 有可能是它的一个路径 start time呢 这个每个商品是不是上架的时候 都有一个开始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了一下定义 value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成商品原价 而price呢 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商品的销售价 rebit呢 咱们把它叫做折扣 因为我们每件商品在进行售卖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打了一下折扣 对吧 bought呢 其实就相当于咱们有多少的购买量 当前多少购买量 同样 maxquit呢 我们一般 一般在页面当中 大家可能看不到 来我们看一下数据库当中 maxquit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每次给定的值都是比较大的 这里面只有单个类别的 我们会给定少一点 同样这个mean quit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成团 最少要定多少个数量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购买量 存货量 一般呢 我们会用不到这个数据 但是呢 还是给大家把这个数据声明出来 好 当然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字段呢 也会有出现 你比如post sold out tip 以及end time 结束时间 还有咱们的一个detail 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库当中 给我们怎么进行定义的 post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note值 是否发送信息 还有sold out 是否卖出 还有这个tips 你比如我们要使用券的时候 这个券与哪一个时间点进行过期 这都是一个温馨提示 那同样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projectend time 相当于我们商品的一个结束时间 当然这里面的结束时间呢 我是使用毫秒值进行存储的 这个就是咱们距离1970年1月1日的一个毫秒时间值 那我们这里面定义的是一个结束时间 detail呢 是一个描述详情信息 在我们这个detail里面有div以及css样式 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定义出来的一系列的详细信息 好 我们后续还有一些字段 但是我们用到的就不多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单独给大家说一个字段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shop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商品的所属商家 有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我为什么单独会给他定义一个shop呢 我们要拿到每一件商品 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会用到连表查询 既要查询我们当前的固子所在的project这张表 另外呢 我们还要查询一下商家表 有的同学说我们为什么要查询商家表呢 大家在看每一条团购信息的时候 其实在它的下面都有一个商家的 你比如商家的名称 你比如商家的位置 你比如商家的一个联系电话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商家的信息呢 也写在这个project这张表当中 就会出现很多字段 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呢 我们就把商家的一系列信息 专门给他封装了一张表 这张表就叫做shop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hop表里面 有咱们shop name商家名称 shop tell商家的联系电话 shop address商家的地址 以及它所属区域 还有商家的开始时间 商家的经纬度 那这个经纬度我们后续可以关联一下 我们当前的一个地图 然后给大家显示出来经纬度信息 还有当前的一个乘车的一些简单信息 traffic交通信息 当然我们后续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再给它进行填充 那我们分析出来这些表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测一下 这些表的接口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我们DO层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gooz道 那么我们本节课当中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get list的方法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list即可里面放着gooz对象 其实就是放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商品对象 那它会根据我们当前的城市ID 以及分类ID 同样传过来当前的配置和size 那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需要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这些商品呢 其实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当中的project表 大家可以发现里面的数据其实有很多的 你比如我们针对当前的城市ID 为不同的城市ID的时候 它当前显示的一些数据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你比如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查询 点击查询 来我们实现一下 从当前的project表当中 根据城市ID的不同 你比如我们拿一下当前城市ID为2419的城市 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条数据 我们来运行一下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运行出来了很多城市 大家这些数据 我们不可能在一条数据上直接全部拿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下分页 所以我们在封装这个goods到这个接口方法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分页信息 所以给大家回传了两个值 一个是当前的页码 以及当前页荣样 好 根据 城市ID 分类ID 当前的 页码 每页中的 容量 好 我们返回 获取 商品 集合信息 OK 这就是我们get list的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怎么进行实现的 来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goods到 implement 好 首先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个字不串的 这个字不串呢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表彰中的ID值 定义的表中的字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project.projectID 以及categoryID和shopID 好 我们在进行实现这个get list的方法的时候 比如 获取 商品集合的方法实现 那这个get list的方法 我们同样建立连接 来定义一个结果集 我们select这些字段 这些字段都是从我们数据库当中进行获取的 from我们两个表 一个是商品表 以及商铺表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连表查询 所以我们肯定会有连表查询的一个关联语句 也就是威尔子句里面有一个project表当中的shopID 跟我们shop当中的shopID 它两个字段进行关联 如果它两个字段一致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查出来的这个视图就包含了一个对应的正确信息 那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给大家来说一下 后面呢 我们拼接了一些字不串 你比如我调用了一个string uterus 这个包下面的 如果我们ctid存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ctid给它填充进去 如果ctid不存在 我们就使用空字不上进行填充 还有咱们接下来要说的 categoryid也是使用这样的形式进行处理的 最后我们如果想要实现分页查询 带给大家的一条sircle语句是一个limit limit当前的一个数据 逗号另外一条数据 这个表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从哪条数据 开始查询 查询多少条数据 那么我们标准circle当中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limit的方法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 对这个limit的方法进行实现 首先我们有了这个statement 从我们连接当中去获取到之后呢 就给我们执行了一下 这当前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么拿到当前的一个结果集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的是结果集便利 便利结果集 那么我们把便利结果集里面的一些信息取出来 封装进我们固子对象 也就是我们project当中 好最后我们还需要拿到一个shop对象 也把这个结果集当中 关于商铺信息的一些也封装进去 OK 那么我们最后就把这个商铺 当成我们商品的一个字段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定义这个固子表当中的时候 我是定义那个shop字段 把这个字段给他拿到 OK 后续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先不用进行关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project 每一个商品添加到我们固子这个list的集合当中 最后将这个集合返回即可 好 这是我们固子到implement给我们实现的一些效果 那么启动出来咱们当前项目之后呢 我们使用浏览器进行一下检测 同样我们检测的时候也需要拿到一个URL路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web.channel当中 给我们怎么进行定义的 我们需要访问的呢其实是一个serverlight 来我们打开这个serverlight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erverlight 我们定义了哪些内容 首先除了咱们字符编板的一些处理之外呢 我们还把当前的一个固子到接口的实现类 进行了实力化 那么有了这个实力化 我们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字段 取出来咱们需要用到的cityID categoryID以及配置和size 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当成参数 传递给我们get list的方法 最后拿到一个list即可 然后我们对这个数据呢就进行了一个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进行转化一个 json自不串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先使用浏览器给大家验证一下 http冒号双斜杠 我们是localhost 8080 当前的一个端口 并且我们跟上当前的一个项目名 并且呢我们想要访问这个serverlight 我们需要拿到的是它的一个url partner 来我们看一下在咱们这个服务器当中 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url partner 咱们来到web.xml 对我们gooz serverlight来说 它是一个api-gooz 服务器呢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跟上当前的一个项目 并且呢我们跟上它的一个路径 我们要访问的gooz serverlight 而gooz serverlight对应的这个api 对应的这个url partner呢 也就是我们在浏览器当中显示路径 它的一个链接呢我们定义的是api-gooz 好OK我们就在后面使用拼接自不穿的形式 给大家来拼接一下 api-gooz 并且呢我们让它的配置 分页来说我们让它显示第一页 还有我们当前的一个size容量呢 每页也让它显示失调 我们来访问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是我们返回的一系列的接层串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数据拿出来之后 这是我们使用json交线器拿到的一些数据 同样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state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表示正常返回 然后接下来呢是相当于一个json array datas对应的是一个一个的数组 每个数组里面呢存放了一个一个的json object 而每个json object正好就是咱们的一个project 也就是我们一条商品信息 来我们下节课当中的内容呢 就是对我们这些信息进行获取 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OK本节课呢咱们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给大家看